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讲《亲友书》当中 摧毁世间八法的教言 这个教言分两个方面 对治和缩短 缩短真正的世间八法 对治也是真实对治和 宣说具对治的功德和不具对治的过患 今天讲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 宣说具对治的功德和不具对治的过患 有些讲义里面说这个颂词是旁俗 也跟真正的证文可能关系不是很大的 也有这样的分法 那么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诗毛闻谁 具业权势 燃力慧戒 非寿尽 何知具此二功德 彼无他的业因功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啊 富裕的人也好 贫穷的人 或者说世间当中有地位的人也好 没有地位的人 虽然居住一些种畜高贵 生长在一些国王的家庭当中 或者说一些婆罗门以及王族 在这样的家庭当中 或者相貌端严 或者说广闻博学 这些功德样样齐全 或者其中的一个功德具足 这样的人士如果离开了 就是能通达一切万法正义的智慧 和防护恶业的戒律 行持善法的戒律 戒律和智慧 也就是说清净的戒律和无垢的智慧 这两种功德不具足的话 我们世间的人们不应该值得恭敬尊重 或者说供养它 因为在世间当中 其实外面的相貌 端严也不一定很重要的 我们世间以前也说过 有很多非常好看的 人们也值得羡慕的 世人所说的成语 诺言等等 我们也举过很多例子 像这样只不过是外向上的一种庄严而已 实际上也不一定特别的有意义 有意义以前在静代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潘安 里面也可能很多人都会讲 然后他在当时来讲他非常庄严 人们特别地喜欢 有些现在可能有些歌手和明星一样 很多女孩子特别喜欢 然后他一般到了街上的时候 人人都是围观着他 一直看着他 这样以后经常说是交通毒蛇 那个时候的交通可能全是骑马车的 不一定现在的这些车辆啊 但后来他就到城市里面去的时候坐车过去 坐车过去的时候也很多女人 因着尖叫声或者让她取得一些主意 就给她扔水果 而且谁扔的是最大的 谁扔的是最准的 他每次回来的时候满载而归 每次都是很好 不用去买菜 买水果 还有一个人叫做张某杨 他还是有点奇怪 他也想消防他 然后他也坐车到这上去 而且有时候也是呼喊 就到处都去喊 这样以后很多人非常讨厌 一直向他丢头目 堕口水 甚至扔一些石头 而他回来的时候也是满载而归 但是实际上不是水果 原来就是石头 这样的人不过现在世间当中的确也是有相貌庄严的 或者有些我想也不一定是相貌庄严 现在有些特别追逐的明星歌手 当他原来没有出名的时候还是原来这个人 可是在那个时候不管是到街上去还是到哪里去 没有人看他跟平时的普通人长得一样 但后来因为有了明星以后 大家都看到他觉得很有福报的 能摸住他的手还是自己得了很多的加持 很多人这样认为的其实这些也不是很重要的 的确是世间上不管是四古以来到现在 人们所成为的这样的美人也好 种族高贵的人或者说一些光芒博学的人 应该是世间的一些无明全部精通 包括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也好或者一些电器也好 什么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什么样人类的历史等等 什么样的道理都全部精通 其实这些不一定是要值得受尊重的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如果真正对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 也就是说万法皆空 万法无恶 还有诸行无常和苦行我们前面讲的是四种真理的 道理不能修持 不能通达的 世间一般的有些智慧我们也不应该值得恭敬的 然后没有戒律 戒律的话 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戒律在家人有在家人的戒律 不管怎么样一个人没有戒律我们前面也讲过 连善趣的福报也是得不到的 这两种人不应该值得恭敬的 这不仅是佛法我经常这样想 其实我们世间当中也是戒律和智慧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所谓的智慧任何一个人没有读过说 没有一点知识是存补难行的 任何一个人虽然他的学历很高 文凭很高 但是不受规矩不受戒律就是不受规矩 这样即使他是博士生或者琐事生什么样都不起作用 到哪一个团体当中去不受规矩的不讲道理的 这样的人谁都不需要谁都不会恭敬 如果一个人既有智慧也要受规矩的 那这样他相貌很丑陋也没有其他的世间知识 他的忠心在地里身上没有一分钱 不管是到哪个团体当中 我们即生当中也很多人会对他恭敬 优雅的 所以我们做人的时候一定要从各方面来想的 尤其是出家人也一定要想自己短暂的人生当中 戒律和智慧非常重要 当然不仅仅是出家人作为在家人 现在如果受无规三规无戒的也不受 基本对佛教道理方面的智慧都没有的话 那这个人不算什么佛教徒 那么其他的一切功德也好 学问也好 什么都没有具足的话 其实包括天人在内的一切众生也应该可以值得供养的 因为你有了戒律的话就像《华严经》里面所说的那样 戒是无上菩提的根本那已经有了戒除 所以说念语应该值得恭敬的如果有了智慧的话 那么一切时间的功德全部是随着智慧而行的 布施之前行 乃为智慧《博热经》当中也是这样说的 布施等等一切功德前面的基础就是智慧 如果没有智慧就像原来麦彭仁波切说的那样 若为如愿知智慧则必无有其余德 如果像炎母那样的智慧没有的话 那其他的所谓的布施 赐劫以及戒律 惭愧等等 其他的这些功德都没办法存在的 因此说平时大家也应该想到自己来到人间之后 龙猛菩萨给我们赐语的这种教言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也现在一边讲这个课的时候同时我也想到 这次可能很多居士有些对佛教的道理不是很懂的 这些人可能还是有一些收获 因为龙猛菩萨针对的是乐行王他是在家居士 所以大多数对在家居士来讲应该能受持这样的法规 或者能懂得这样的教言基本上可以变成一个佛教徒 我想我们不仅是出家人在家人也应该收获的 作为出家人那《亲友书》里面的道理应该明白应该能受持 这里面连在家人受持的戒律也好 受持的一些智慧自己都是不具备的话 那众生的因共处所谓的僧人概念根本不具足的 因此我们应该平时要想到 我们上师如意宝也是经常引用这个教证 而且说到世间不管是任何种族也好 相貌也好 还有广文 多学等一切知识不是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戒律和智慧 如果谁拥有戒律和智慧 那么我们表面上看这个人再怎么样 实际上也应该值得恭敬的 而现在很多居士有时候选择上师的时候 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师 才算是真正的值得应供 值得应尽 龙龙菩萨已经说了 任何一个上师如果具足清净的戒律 他的言行举止是按照《别解脱经》里面 做得是如理如法的 这个上师也是对佛教的道理 并不是说是世间的智慧 世间的智慧都是有些大城市的大学里面 毕业的话世间的智慧都是有的 但世间的智慧在这里面 龙龙菩萨并没有赞叹 其实世间的智慧作为乐行王 他自己也是非常有智慧的 龙龙菩萨的很多词句当中也是看得出来 他是个大智慧但是出世间的对佛教方面 可以说是原来有一个大学生这样说的 他说我虽然是个大学教授但是对佛教 现在还一年级都没有读正在读幼儿园 他很谦虚地这样说我后来反思一下他的有些话 因为世间的学问跟出世间的学问 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差别 所以你懂了世间的各种学问 也不一定懂佛教的基本有些修行 所以我们要具足佛教真理的智慧 还有受持清净的戒律如果具足这两者 那其他功德什么都不具足都是可以 所以在座的有些出家人自己一生当中 也应该要值得重视的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两者 这两者具足的话其他不具足也是可以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下面就是说所断 所断分 交绝断除真实的世间八法和交绝断除彼之过 也就是说是罪业 世间八法产生罪业 首先是断除世间八法 知识法者得欲失 乐有美严与恶语 断毁世间此八法 非我以尽当平息 那么他这里首先作者龙猛弗萨以 呼唤的一种口吻说到至少通晓世间真理的大王 知识法者 因为从这个词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乐行王不是一般的 他对世间的不管是医学也好 生命学也好 还有婆罗门教等等世间各种各样的这些学问 他完全都是精通的 而且从我们顶礼句的角度来看 他对佛法也是懂的 龙猛菩萨很谦虚地说我这次的教言对你还是起一个促进作用 就像是灰白色上面反射月光一样 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他对佛法也有精通无碍的 但是你再怎么样精通一只上师不能缺少的意思 他这里说通达世间一切法的乐行王 你应该要记住现在世间当中所谓的世间八法一定要平息 这里的世间八法给我们其他有些论典里面的提法 和一些解释方法稍有不同 但是在这里按照本颂的意义来可以解释 首先世间人是什么样呢 对受用的获得是非常的喜欢 今天我赚钱了今天我发工资了 发生活费了 今天在唯一当中家里面给我来了好多的钱 那脸上有一份笑容就看了汇宽贷 看了春宽贷 就有不同的一种字或者得失了 就是失去了你的财物银行卡掉了或者车翻了 或者世间所有的工厂倒闭了 现在我们很多很多得失的消息都是 尤其是看新闻 看报纸的人天天都能发觉到 哦 今天故事上升开始 人们脸上的喜悦之情非常的明显 哦 明天下跌 跌完了以后 家里吵架 出迷苦恋 痛苦等等 这些都是世间人随着财富的增长或者下跌 就是你的心情也随着欢喜或者痛苦 你的身心当它快乐的时候吃得好 穿得好 各方面还不错的时候就非常欢喜的 愿意这样接受的当你心里不舒服或者身体痛苦 生病 那这样一般世间人就开始特别的痛苦 就不愿意接受 忧愁 忧愁这是乐和忧 然后这是以上的三种 四种世间八法当中 然后世间的人们听到一些好听的媚言 无论是我们家里面发生了比较好的事情 或者别人对你的评较不错 自己随时听到一些愿意听的这些话就可以叫做美言美语 你的感觉上也是好像美滋滋的特别快乐 就是听到这样 然后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不快乐的恶语 别人骂你别人说你的坏话 或者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各种各样的语言 当你听到的时候心里面不快乐 不高兴 这也是世间人通常的一种观念 当我们受到别人的赞叹不管是当面也好 背后也好 你听说得奖了或者在众人当中也好 个人也好 受到赞叹赞扬赞美的时候又非常的欢喜 当你受到了一些诋毁 毁谤 受到愿望 在这个时候心里面特别的不快乐 不欢喜 所以这以上总共有八法 这八法可以说是世间的人是依靠他 安住他 拥有他 还有从中无法摆脱 世间人整天都是这样一种幻得幻失的状态当中 所以大慈大悲的佛陀在《世间苦恼经》当中 也是这样说过说是八法推转着世间 而世间随着八法转 所以我们世间上所有的人其实随着快乐 痛苦 或者说我们平时所讲的明文利养的四种法 愿意得到其中四法不愿意 他的违平四法不愿意得着 因此我们没有证悟空性的话 人们都是对空法反而制作为得与失 寂天论师所说的那样 故意诸空法 何有得与失 实际上一切都是空法的 尤其是我们学了智慧品以后 你的名声有也好 没有也好 财富有也好 没有也好 凡事这些都是假想的 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的 就像米拉日巴道国里面说说那样 如梦幻一样的感受难道人们不知道吗 还有说世间的大火珠佛陀大慈大悲 为了平息世间八法而宣说妙法 可是现在自以为自己是智者的这些人 相续当中的世间八法难道不是越来越严重吗 说得很严重的 确实我们现在表面上看到很多人 自己人员是可能修行者我是出家人 我是居士 但实际上用智慧来观察或者用他的行为来看 很多都是但有很多假的成分在里面 一直被世间八法转着的 可是很多人根本没有发现 我以前听到有些人说是 世间八法不被他转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一个出家人境界很高的一种行为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因为这里龙猛菩萨针对一个在家人 针对一个说是非常欢忙的一个在家的国王 对他来讲要求你的这种世间八法 不是你的心的对境 你应该安住于无世间八法平息平等的 这样的一种境界当中不要整天都是 啊 我今天国王的名声不行的已经下落了 我今天得到的财富一定要越来越发展等等 你作为一个国王不要凭着世间八法天天都是忙着 这样你死的时候你的佛法不可能圆满成功的 我们在座的人也应该这样想着 无论你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人 我看我们每天都想的是 是不是被这些世间八法已经束缚住的 一点世间八法没有完全暴风吹不动的境界 对我们现在来讲是很困难的 但是你整天都是在一种得失当中 在一种命运利润当中这样失去光阴这是非常的可惜 所以我们平时应该要想到不要被这些命运利润说束缚 以前我们也是用过在开启修行运利润里面 无畏求解脱 无需离净佛 应该是中顿巴尊者中顿巴尊者在达掌的百数令当中 有时候用我们亲友说的这一句用半句或者用一句 有时候我所说的那样无畏求解脱 无需离净佛 不需要离养和恭敬来受佛 这一个教言始终都是提醒自己 真的有时候你到了一些寂静的地方 你到了一个修行的地方 知道现在世间当中的各种这些八法 对自己的精神来世都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我是一个希求解脱者我应该不要以这些名声恭敬 外面世间的种种法来已经收服我的相续 现在世间上很多的苦恼 痛苦他们的争斗 其实是孩童的惋惜一样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 可是人们就像是孩童 他杀堆的屋子倒塌的时候他会很伤心的 若我伤失欲 气非失欲痛 我们原来讲过吧 我们伤失了名声的时候非常的伤心 就像跟我们愚笨的孩童没有什么差别的 啊 今天屁屁啦 哇 心里特别的痛苦 眼泪一直哇哇哇就流下来 比现在下的雨还多为什么 因为这么多人当中已经殿命了 现在我怎么样抬起头来 抬起头也没有什么虚空还没有落到你的头上 所以真正从道理上想我们在座的人真的人生很短暂的 希望大家也不要很多虚吹没有必要一直吹得很虚假 气泡你一直一直这样吹吹吹 最后啪一声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作为一个人到了一定的时候 对自己的名声 对自己的财富 对自己的各方面不要太信任 有时候我们也是发现到包括自己在内 观察自己的心的时候真的是很随喜 以前中敦巴尊者 中年都是住在一个寂静的地方 就把这个颂词翻翻覆覆地斗起边 最后获得成就了 其实真正有信心真正要实修的人 你不一定要背很多的手 就有一个偈颂的翻翻覆覆覆修的话 能断除握持 断除世间八方 最后不管是到城市里面还是坐在寂静地方 应该是自相续当中的烦恼全部会毁坏 是有这样的境界 所以一定要尽量断除自己的烦恼 下面交界断除他的过罪业 也是讲正式宣说和需要断臂之力 正式宣说当中这样说的 如为沙门破罗门 舍可父母枉费卷 也不应造诸罪业 地狱一数他不分 然后也是这个教言针对罗西王 作为你这样的大王 一方面前世的福报寄生当中 也是遇到佛法有取舍的机会 当然有福报的人遇到善知识的时候 自己也是会去闻思修行 没有福报的人即使遇到佛陀 他也不一定去学的 所以今生当中对乐行王交接说 你现在千万不要造恶业 造恶业的话很多人是为了他人 为了自己的清卷造的也是非常严重的 然后他这里说不仅是为了自己造业 受无量的痛苦而且即使为了 具足一切功德的出家比丘 出家比丘的话也有些人可能是 为了供养比丘而杀生或者以前有些人也是 说 哎 我的上师来一趟很不容易的 我一定要好好地请他吃一个火锅 倾客的过程当中也听说杀了很多众生 你倒是认为上师是成就者不要紧上师一吹气 然后上师活活地吃完了以后全部超多了 但是上师真正到了没有像地鲁巴那样的境界 如果没有境界的话可能是对上师的修道也会有一定的障碍 真的是他如果造了这样很多业对他的地道会有障碍的 而且你自身的修持有障碍的 然后以前像婆罗门很多因共处 现在世间当中也是有些人对自己的牧师 道士 世间当中还是成为有功德的这些人 但是为了他们也不能为了作供养 我们以前藏地都是有这样的传统 华智仁波切出世之后基本上恶习就断了 以前我要请一个上师那为了上师吃得一顿好好的饭 马上要摘一只羊马上杀生听说也有这样的传统 所以你如果对上师也好对婆罗门也好 因共处如果杀生那也过失非常大的 还有对你的客人 父母 亲眷 子女以及其他任何一个人 为了他如果你去造了一些业 不应该造业如果造了业的话 那么地狱里面感受的一束果报不可能分担给他 比如说我为子女也好 为任何一个父母也好 还是对他好心好意来杀生 偷盗或者做其他的恶业 当我一旦离开人间最后堕入地狱的时候我自己承担 原来有些人也是说过为了包围主国杀害一些人也是不要紧的 因为有这么多的人来帮你承担 所以一个人能分得一点点 不会多 比如说为了维护主国杀了一个人 有十几亿人每一个人把一个人的罪果全部分完了 分完了一点点 但是不是这样解释的 应该说如果为其他的众生杀生等等 这样造恶业 那自己承受的 这个是没有什么推脱的 所以这是特别的可怕我们这里有些人可能也会 父母为了自己杀过很多生 有很多罪业 而且自己也帮别人你好心好意一些杀过 但从此之后一定要想的现在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 所以我想这次讲信用说还是很有必要 很多人有些说不是我自己但是父母很可怜 父母在佛经里面说一定要报恩的 所以我天天都是要给他一天蹲一个鸡 不然他身体越来越不好了一定要孝顺 其实这样对他是更不利的 因此我们在轮回的道路上不管是父母也好 上师也好 不可能承担你的罪业 《地藏经》里面也是说了 说是父子之情七路隔别 纵然相逢 无可怠受 比如说父亲和儿子也许他们各自的路完全是不相同的 即使在轮回的道路上或者这个旷野当中他们相遇 比如说我和我的父亲在地狱当中相遇的话 我们要互相帮助的话根本没有办法的 一定要自己以前所造的业必须自己带受 除此之外就没有办法 那有些人说是不是别人造的业必须带受 是不是我们做回向 做念经对他一点都不惯用 不是这样的我们通过提炼 通过念经对他减轻的作用是有的 但是一般来讲你造的罪业必须要承受的 比如说杀人我们世间的法律也是这样的 我杀了一个人我的弟弟不可能带受 他不要放弃我还是到监狱里面去替他带受 这是法律世间的法律当中也是不允许的 所以说我们在离开人间的时候自己会带受的 明觉作痛苦 为我义人受 原来我们也学过吧十几天论师也说了 明觉的时候所有的痛苦都是自己带受 不可能别人带着的 自作自受 他作不受 约旦经当中也是自作自受他作不受 讲得很清楚 因此作善业也好 作恶业也好 你自己作的必须是自己带受的 而不可能让别人来带受 以前波士尼王她有个非常好看的 前世福报赶造的一个女儿叫做山光 我们以前也学过这个公案吧 她福报非常大在皇宫里面享受各种快乐 国王说你应该要知道你现在的幸福 全部是凭国王的大福报力所致的 后来她说不是你的福报 我自己的福报所致 然后国王就很不高兴的马上他就秘密地安排 给他安排一个身上义无分文的乞丐 就安排他作丈夫让他马上离开皇宫 说 如果不是我的福报 看你独自生活 你过得怎么样 那个山光就无有后悔地离开来美丽的皇宫 跟乞丐一起一路赶走 然后路上问他你有没有父母 他说没有 原来我的父母在 社会城市很高贵的一个长官 但是已经离开了 离开完了以后所有的财产也没有 最后我连生活都没办法解决 只有逃犯而到处漂泊 然后他又问那这样你父母的地方 他一直有没有他说那个有那个是一个大空地 然后那个山光到了那里之后 因为他前世的福报地下开始出现宝藏 后来国王听到以后也是感到非常的稀有 这个原因后来他实在是不接受 当时佛在世的时候问佛陀 佛陀说 山光前世在一个佛的时候 他就供养佛塔 后来加世佛的时候也供养僧众 以这个国报所指的 所以现在生生世世当中财富他自己财富不会离开他的 所以我们做善事也好 做恶事也好 一定要自己想到自己做什么的话自己成熟 这样的因果观念现在很多人还有有些有与不绝 如果对因果的有与不绝那其他一些甚深的法更不用说了 所以这些问题作为佛教徒一定要经常要想 有些人对因果不爽的兵戒还是有的 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世间见解 所以我们平时也是说过 比如说《正法念珠经》当中也是说了 业果的善和不善其实作者必定会感受的 他感受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做了以后自己禅说 就像我们禅 作奸赐福一样 自己造的善业最后你到山区当中 也就是说人天不报当中可以感受快乐 如果你造的恶业你在恶趣当中感受 这是我们种下任何一个种子 它就成熟它的果报是无奇的一个自然规律 同样的道理现在我们一定要想到 以前可能我们也是为自己的家人 亲人 也可能杀害过一些众生 那这些如果你没有忏悔的情境一直随着你 你命中的时候一定会是要感受他们来给你算账 这是没有什么说的我们也不是瞎胡说的 应该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地忏悔 从现在开始 从今以后不管是为了谁 包括你的上师或者你最好的朋友让你造恶业 你就不要听他的千万不要去造业 不然你到时候真的自己感受的时候谁也承担不了的 确实是这样的 我们世间当中的有些人让你杀人 让你偷盗 就有人劝他这样做 但后来真的是他违背法律以后只有自己入牢 除此之外谁也没办法代替的 所以我们世间的因果规律真的很可怕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心 以后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再也不造恶业 有这样的一种定解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下面就是说需要断除的道理 断恶业的道理 有者所造诸罪业 众为及时如刀砍 然是降临头上是罪业之果必现前 这个颂词也是对当今时代的很多人来讲 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有些人做各种恶业 就是做各种恶业但是造的罪业并不是马上成熟的 造的业不是马上要成熟的 就像我们用刀子看别人身体的时候 并不是马上会出血一样不像这样的 就是如果我看身体 看什么东西马上就立竿见影 他做了这样的 其实业业和果的关系不是世间人所想象那样的 我今天到寺院里面去供养一千块钱 为什么我的生意还没有好啊 还要这样的状态 还要等多久啊 有些人也有这样愚痴的想法 有些人说我一辈子当中好好地行持善法 但为什么我的身体有那么多病啊 我做很多事情不管用啊不是这样的 所有的善业需要成熟的话要一个过程 所以它不可能马上用刀砍一样会降临的 但是这个因果是过了千百万劫也不会耗尽的 就像智悲观正在坐的碧月一样高空飞翔的精神鸟 暂时我们看不到它的影子一旦它落下来的时候 它的影子一直是当时显现 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很多人今天我杀生 今天造恶业但明天没有什么感觉 也许这一辈子都是不一定有的 而我们造的业当中有些是精神现实现报的 有些是来世像造五无间罪那样 来世当下马上感受的 有些再过几百万年以后才会感受的 所以业的差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不管怎么样但是这个不会耗尽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否则不是现在人们所说的那样 做什么样的善事马上显现 做什么样的恶业马上受感觉 这样都是没有的 现在有些贪官无理 有些人不受规矩的人每天都是无我不作的 可是他好像表面上看他的事业也好 家庭也好什么都养养齐全越来越成功 这个造恶业为什么那么好 而我们造善业的人什么事情都还没有进展 有些人是这样的一种产生怀疑 但是实际上业并不是我今天造的今天马上成熟 我们龙门庄稼应该春天种下去的有些粮食 只有秋天的时候就可以 还有一些植物学过植物的生物学家也知道 你现在把种子已经弄好了 但是因为水分的原因 因为地的原因 因为还有其他各种化分的原因 本来是几年该成熟的但是几年不成熟 明年才可以的 我们包括园子里面种化的时候 有些种子已经宋明里面说过一年就可以 但是有些化种子过了两三年以后就在那个地方可以成熟的 所以有些因果的奥秘我们没有去研究 没有真正地去了解的话真的不知道业力随着自己的后面 一直跟着我们很多道理不懂的 虽然佛经里面也说是 三恶之宝如影随行三世因果虚幻布施已经讲得很清楚的 但是如果你道理上没有懂得不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样 所以大家一定要想造的罪业马上没有什么感觉 其实也并不是没有它的果报的今生当中我造的业 我这一辈子死了死了以后 中间也许中一生的时候也会出现的 那个时候没有出现的话来世的来世一定会出现的 现在有些智者也通过这种比喻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他们都是以前世后来比喻 但是我们从因果也可以比喻 比如说现在我们通过无线电话 我今天在这里拿一个手机就可以拨对方的号码 比如说北京或者上海的那个人的号码 拨完了以后我这里面说的话虽然中间没有任何线 但是通过无线的电波可以传到对方的耳里面 但这个过程是什么呢 可能你们很多人也是清楚的我首先我给他说话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他是一种神波 神波一般的人我自己也是能听得到的 然后他过了一会儿的时候 马上通过这个机器的翻译他就转化成电波 转化成电波的时候这是一个信号 通过微信他传递过去传递过去的时候是一个信号 那个时候原来的那个神波就没有的 我的这个声音已经转成电波了 过了一会儿到那边的时候要接近那边的时候 原来的这个电波又马上变成神波 然后这个神波也成了我的声音 我的声音对方也听得到 我旁边有一个人说话和我的说话 基本上那个声音跟我们旁边听得到 基本上是一样的 听得到 为什么呢 中间这样有一个因果的转化 同样的道理我这一辈子比如说我今天杀生 然后杀生的话这个杀生在我的身体上面造的 然后我离开人间的时候我的身体已经认出去了 在那个时候我现在只剩下一个意识的状态 因为人死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最后这个身体就像是一般的婆弃一样不能用了 最后这个心是一种变成一种意识 暂时昏厥一会儿最后变成中意识 中意识的时候就是意识状态的一个身体 但是那个时候就像做梦的时候的身体一样 它还是可以运行 但那个时候原来我身体造的恶业 已经变成了意识形态的阿兰因形象 就像刚才我们的颠簸 中间的声簸已经转化成颠簸一样 在那个时候在他的阿兰因上面 他的业力的吸气一直存在的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我就转生下一个身体 我转生下一个身体的时候在他的身上 浮现我原来听到的声音变成声波一样 在他的身上原来我造的业在他的身上变成痛苦 这是很多的因果观理佛陀为什么说 经典里面说业力之王极大 业的王任何一个威信任何一个世间的王就不能逼得上他 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感受痛苦 为什么有些前世的人他身上的一些痕迹 原来的很多的习气后一世的人身上经常发现的原因就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能知道前世后世的人 现在很多科学的报告前世后世的这些道理非常非常多的 前一段时间我看有一个人转生到太过去的很多经历 跟我们《中英教授》里面所讲的一模一样的 他当中英生的时候最后怎么样如胎的 这些状况全部讲起来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很多人非常的迷茫不知道的 我为什么今生当中造的业呢在来世 来世不是我中间已经死了吗 那这样我现在无线电话里面说歪 过一会儿在那边也说歪 他的耳边源源奔奔地听出来 听出来的我这个声音为什么是跑到哪里呢 就一点奇怪啊 中间有这么多的山和大地都不起住啊 然后远远奔奔我的法依靠一个缘起别人的耳边听得到 同样的道理我今天在这里造的话 在过很长时间以后或者在过一段时间以后 我变成什么样的众生的时候在我的身上会出现 原来是以恶心来杀害别人的 在那个时候你的身上出现他的恶果 只不过是一些方式不同而已 所以有些人真的是对业果感受果报的法一定要了解 如果了解这样的道理 对大慈大悲佛陀的教言一定会生起极大的信心 善恶报与活佛相称 生子当之 无水带之 是《无量寿经》当中这样讲的吧 善恶报应的相称是快乐和痛苦 也就是说是祸害和幸福 这个应该从自己的身体来感受的 不是用他人来感受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想到 比如说我要给别人打电话的话 我打上谁的号码呢他能接的 不可能是其他的一种错乱不可能有的 如果我没有打错的话对方也不可能接错的 同样的道理我现在在自己的 乌云身上所造的业将来的我乌云身上会感受的 所以《百业经》当中也是说了 说众生所造的业地水火风外界上是不会承受的 而只是同一个自己的相续当中完全承受的 原因是这样的 但是你对这个问题没有去研究的话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的 很多人对死亡谁都不愿意提有点害怕 但是这样面对死亡死亡了以后怎么办 死的时候怎么样 其实我们佛教当中讲得明明白白的 很多人不敢提不要提 我不愿意去 其实你不愿意提不管是世界上有钱的人 无钱的人 有智慧的人 无智慧的人 统统的一条路就是死路一条 可以这么说的只不过是稍晚而已 我们在座的人不死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 一个也是没有的全部要经过 但是在这个时候很多人都怕 怕了也没有用的你再怎么样怕也是 就像我们关在监狱里面全部一天当中要枪毙的话 人人都很害怕但怕了也没办法的这是你的命运 同样的道理我们很多人只不过死的方式不同而已 但是你如果学习佛法 首先都是要懂得这些道理的话 那么我们死的时候怎么样死完了之后怎么样 然后下一辈子怎么样这并不是化为无有 应该有一个延续这些延续的话 我们佛教的教理当中说得非常清楚 而世间的很多人把这个道理不但是不能好好地解释 反而有很多的一些反方面的解释 把无数的人引入邪道 入入歧途 这种现象也是非常多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懂得死亡无常的道理 同时对业因果一定要有一种非常小心精神的取舍 这样以后我们活着的时候 你自己凭自己的能力尽心尽力地造善业 啊 防止恶业因为我们凡夫人连一刹那的恶心也不生起 这样是谁也做不到的 但是你在比较严重的这些罪业尽量地有生质量当中不要去做 然后对佛教里面的有些关于死亡 关于对后世做好准备的这些道理尽心尽量做的话 那么以后死的时候也是不会害怕 为什么佛教徒死的时候那么安详 世间上有钱的人也好 科学家也好什么样的这些人 最后死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残呢 就是我们对死亡其实没有做好准备 要是做好准备第一你即生当中没有造的恶业 而且以前造过的业做了进行忏悔 这样以后不会怕的对来世和对中阴怎么样对待 这是自己有一种把握 有一种把握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方面 平时这是非常大的事情对每个人来讲 真的我们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业因果一定会存在的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一种真理 可是你不承认你如果反对它 那只不过是显露自己的愚痴行丸而已 除此之外根本抹杀不了真理 下面说断除财物之散乱分三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是众所财物取舍之分类 佛所信心欲持戒多闻不舍金之禅 有愧智慧生其财 知欲财物无事矣 下面讲的佛陀在有关的大乘经典 比如说《宝积经》 《长安寒经》 很多经典里面讲圣者其财 因为圣在拥有才能叫圣者其财 什么叫做财呢其实很多人解释 所谓的财富人人都喜欢 人人都希望从中获得快乐 以这个名称圣者其实依靠这七种法获得快乐 圣者才拥有 因此这是圣者的财富 一般凡夫人对世间的有漏财富非常的重视 啊 世间上所有的这些人 啊 我有没有钱啊 我有没有房子啊 有没有轿车 有没有吃的穿的啊 世间人是非常的惦记这些事情的 而圣者对有漏的像水泡般的身体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也不是特别重要 他最关心的是 乃至生生世世对自己获得快乐的 对自己有利的财富这就是圣者的奇财 所以真正的修行人他重视的就是圣者的奇财 佛陀说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奇财当中的信心 信心我们也知道对上师三宝 对义因果 对整个四地等等有坚定不一的信心 你有这样的信任觉得三宝真是存在的 莲花生大师不是一般的人 释迦牟尼佛不是一般的人他是智慧尊者 我们不能想到莲花生大师是一个老头子 释迦牟尼佛是一个比丘 那这样把圣尊看着一个人的过失非常大 应该是想着的时候对他有信心 信心是什么样呢当你显现他的影响的时候 心里面对他有无比的恭敬心 这叫做信心 其实我们学密法的人 学显宗的人 真的信心很重要的 有些人包括念经的时候都是合掌 他很多的姿态当中也是看出来 这个人是有信心的 有些人没有信心的标志念经的时候也是这样 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功德经的时候 念 用转经论的时候 就这样一般行为上确实我有时候看到 有些人真的有一种信心的标志 很多经典和论典里面也是说的 包括在外面我们放生的时候 我都可能经济很低所以经常看别人的过失 这个居士可能是学得很好的 他对包括念经做什么都是很有信心一样 看他的姿态都是很舒服 有些他也许是不懂也许是从来没有学过 也许是虽然学过没有信心 所以信心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信心 你即使是大学生你即使是水平再高的 或者堪布佛佛再这么了不起的话 你的傲慢心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最后要解脱自己的障碍 所以信心还是很重要的 每次都是我们对念佛 其实念佛的时候大家应该这样想 我正在想阿弥陀佛正在想释迦牟尼佛的 其实阿弥陀佛就是 如果按照我们密众所顺一点的话 就是当时的心当时那个心就是阿弥陀佛 除此之外我喜欢莲花生大师 然后莲花生大师那远远的地方慢慢过来 不是这样的真正说得深一点 比如说你项链上师你对上师起信心的时候 其实所谓智慧本尊的上师就是你的忆念 应该这样的 那么你这方面有一种信心 这时候你的很多烦恼也是遣除 你的功德自然而然会积聚的 所以信心很重要的 然后持戒我们前面也讲过 就是一切善法的根本 一切善法的根本 一切功德的根本 一般来讲 尤其是我们现在 菩提学会的人也很多 我都非常希望每一个人 首先是皈依三宝的戒一定要收到 然后根据自己的智慧力量 就是受一分戒的 受无戒的 全部 每一个人还是要受一些戒律 这样才能成为发菩提心等等 后面的功德具足 多吻 多吻不是世间的各种杂论 就是不用听这些 应该要听这些对解脱有关的观物博学 对解脱四地有关的博学 这是多吻财 刚才是信心财 然后持戒财 布施 布施也是我们前面讲过布施财 发放自己身体财物的 还有净智禅 灌待自己清净无垢的智禅 灌待他人的有亏 还有智慧 这七种法其实是圣者才拥有的 当然我们凡夫人也是可以拥有的 但不圆满的 我们拥有和圣者拥有的有点不相同 所以我们作为凡夫人希求解脱者 我们现在要尽量地想到 在圣者的器材方面能不能富裕 我信心也不错 戒律也可以 多吻 布施以及资产有愧 智慧 这些样样具足的话 那说你是圣者的后学者 《法具经》里面也是说了 心财皆财 惭愧业财 好像闻财失财吧 闻财失财 慧为奇财 《法具经》里面也有说明的 我记得好像在《大圆满信心修习》 那个里面应该有比较广的解说吧 不过《大圆满信心修习》是整个尼玛派的次第论 所有的论典当中按照华智仁波切的说法 《入行论》和《大圆满信心修习》那样好的书 在整个世间上也是找不到的 已经讲了很多很多赞美的词 可是众生的业力先前吧 我原来《大圆满信心修习》大书翻译完了以后 前一段时间我就看了一下 终结了一下 其实清得最少的就是信心修习 其他的书 一般的一些世间 我写的有些分别念的书全部都清广了 信心修习的大圣书很多人没有清 我们这边也生了很多外面也生了很多 有时候看到人们不会先抱抱 对 这是其中生财 一般作为一个修行人一定要舍弃一切世间的有路 世间所谓的房屋 教材以及 现在人们特别喜欢的这些财富尽量地想放弃 啊 我有多少车我多少动路我有多少钱 这些不是很重要的 我又在圣者七财里面拥有哪些 舍弃一切有路才一档生财为延食 我们《菩萨宝马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吧 应该我们舍弃世间有路的这些财富 应该以生财来延食自己 自己具足 原来法王如意宝在世的时候也是经常说 我们作为修行人不要像世间有路的这些 啊 你修了一个房子那么我的房子应该是更高的 现在世间人是这样的 你有没有房子 你有没有教廁 房子装修没有 原来好像六七十年 八十年代左右的时候 你家有没有电视啊 你家有没有洗衣机啊 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变了 你有没有这个房子是不是别墅啊 是不是教廁是不是敬后的啊 世间人谈论的就是这些 但是我们作为真正的一些修行人 看圣者七财里面自己哪些具足啊 富有七财宝 教授依字字兮 我们应该在《闻魔经》里面也有这么一段 所以真正的圣者七财富有的话 那我们相续当中的真正的菩提善根可以得以成熟的 因此大家都要经常想到 观察自己 现在世间方面积累财产的人是非常多的 而积累生财的这样的人 看我们修行人里面多不多 以前人人都是想发财发财 结果发的什么财呢 就是有漏世间的凡夫财 世间的这些凡夫财 越多越也不满足的 最后自己也是非常的痛苦 最后自己根本得不到快乐 而出世间的这些七财让我们生生世 不仅仅是这一世 如果这一世那就没有什么用的 那这生生世世让你快乐的 可是世间迷茫的很多人恐怕还不知道 他们觉得只有在财富当中 只有在外境当中对他活得快乐 其实也没有得到的 最后自己也是感受到无量的痛苦 所以我们依靠这些圣者的教授 大家平时要反观自己作为一个修行人 的话 名声也不重要的 其他的一些利养也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自相续真正是与法相应 真正自相续还是具足清净的戒律 能法方布施 观文博学 这样圣者的奇才具足的话 那别人不赞叹你也不要紧的 你穿得再怎么样不好别人歧视你等等都不要紧的 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修到会圆满的 所以我们学到这部论典的时候 也有可能很多新的思维方式 大家每一个人我讲得很不好的 但是看你们自己也应该发挥 稍微有一点打开思路的建议 然后依靠这个可以自己想 我们经常要想 我们对世间的一些事情经常想得很多 为什么不想解脱的这些妙法 这些是对我们的乃至甚深世世有利的道理 所以圣者龙猛菩萨的教言遇到之后 我想在座的各位心里面也会散生极大的欢喜 应该以欢喜心来希求的话 最后所得到的真理也是有无量的功德 讲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